4月12日,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从严从实抓好硬性防控工作有关情况,举行发布会。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佑表示,时间证明坚持动态清零是中国当前抗击疫情的最佳选择。 那么这个动态清零最大的这个目的啊,主要就是呢,最大限度的尽一切可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 吴尊佑说,动态清零措施需要强有力的协调,而且全国一盘棋,同时需要老百姓的配合支持。 在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,应用起来基本做不到或者长期坚持非常困难,选择躺平是一种无奈的策略。 那么所谓的躺平也是说呢,在除了我们加强疫苗接种以外,其他的防空措施呢,就不再去强调,或者干脆不做了。 那躺平实际上呢,是其他国家呀,这个无奈的一种选择。 它经过了多种尝试以后的话呢,它寻找不到一种呢,理想的控制新冠的这个策略。 那于是呢,干脆就躺平吧。 在动态清零措施中,无症状感染者需集中隔离。 由于近期相关人群较多,针对集中隔离是否有必要等民众较为关切的问题。 吴尊友回应称,此举很有必要。 当我们诊断一个人为无症状感染的时候,其中有一部分人的话呢,他呢,很可能是呢,缺诊病例的一个潜伏期。 潜伏期,那么在观察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呢,他会呢,出现这个症状,甚至呢,会发展成这个重症。 如果不能即使这个发现,即使接受治疗的话呢,还是会出现这个风险的。 吴尊友说,居家隔离可能会继续传播疫情,另一方面,可能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期。 集中隔离优点明显。 那第一个优点的话呢,就是所有集中隔离观察的这个无症状和轻症的病例呢,他们都是感染者,不会呢,出现啊,这个交叉,传播,造成扩散的问题。 那第二个呢,这个对于这些无症状和轻症的这个感染者集中隔离期间的话呢,他可以呢,接受这个中医药的治疗。 一方面呢,提高免疫力,另外一方面呢,防止这些无症状轻症啊,演变成重症或者伪重症。 那第三个方面,由于在这个集中这个隔离观察,如果病人出现了,出现了,他向这个重症发展的时候,那么即使呢,能够发现,即使能够转整。 吴尊友表示,疫苗在预防感染和预防重症减少死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 据了解,截至4月11日,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3亿32.8万剂次,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12亿4492.3万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